大家好,這條影片是給各位看的 跟大家看今晚電馬 長話短說,因為時間有限 只給你們看,製作比較粗疏 開始吧 我想跟大家看的是3T的刺關第五場 四班遷移 這場馬跑四班遷移 留意今天的賽程編排,馬會對你們都很好 先是兩場最短,接著是兩場長 然後又壓一壓地 基本上是充滿變數 因為你投了兩場短 其實你不太看到三四場長的跑道形勢 因應圖程會給你一個錯覺 可能我投了兩場短圖,利放很正常 到長途就不是這樣計算 是否真的跑到利放,還是路程短 就好像擺前著數 這些路程編排,表明是玩你的 增加了難度 再加上第四場之後會壓地 然後又跑兩場短 那就好,好運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句話 你不肯定 頭一兩場的長途形勢 你又不要拿來做參考 因為可以是錯的 可以是錯的 可能是那兩場後面的馬廢 幾利追也沒用 差勁 前面那些馬回來 實力馬是放在前面 那未必是因為跑道形勢 是因為跑道形勢賺了而跑了 可能是後面的馬差勁 幾利追也沒用 前面回來 誰知道原來是有一堆 最重要的 不要捉蟲 先看清楚 好 接下來 如果今天要買 我覺得 反而3T的三場 更清晰過 尾的兩場 對 真的尾的兩場 我覺得 即使出馬不捉第七場 都會亂到X 所以 我集中是2 4 5 6 這4場 OK 好 雖然時間比較迫 趕快 但是 按讚 很快 就應該要給 按按鈕 很難 每次都是 看到什麼 告訴你們 有什麼直播 告訴你們 我會不會 沒有人 沒有人 找到一個包生仔 包種的 介紹我 我去看 我都不用做 我每次看 什麼 或是 每次 希望 給你一些靈感 你們每逢跑馬 前進來 看看 不知道買什麼 聽聽 未必是 我提供的 幫助我贏 可以是 上次 我提供了 紅運大師 是一種很危險的熱門 要很小心 水漲很低 要上次贏 我做 然後 選對熱門死的場次 是你搏懶的好機會 這個是 幾時也能走通 OK 好 好 馬上去片 第五場 四半千二 這隻馬 多少倍 看看 十九倍 買一倍 買一倍 買一倍是因為 我不肯定買不買 都是這些 我很少猜錯位 我說那些 小子彈 顏色大王 或者 蓄滿貫 諸如此類 那些 我猜對 賣到泥 不用怕 還過了龍 賣到藍 小子彈 泥地 不要搞A位 這麼厚 Anyway 我通常都猜對 這隻 五五波 我不肯定 一定有二碟 如果三碟 你會知道 C加三 三碟 真的 心都涼了一節 是不是 好 看看 我搏一隻 八 多多配合 多多配合 首先 我覺得這隻馬 最大的原因 選擇他 上次跑得好 上次 比我想像中好得多 因為 上次 如果你有聽我說過 就是 那場馬 不離後追 其實就是小子彈 小子彈再出 就提升名詞 有才有細 三班 又得 是後想的 又是那句 後段什麼步速 慢 中段 前置馬 加快 搏走 二至五名 全部擺前 即 你可以看到 是好利 放頭 亦都很難追 所以背著135磅 有才有細 在三班再出 還可以 好 有什麼馬 是虧的呢 那隻多多配合 就虧了 那場馬 真的虧了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全程三達 而 步速 在第二段加快 還要 後面沒有遮擋 電信飛車 買到二碟 沒有遮擋 沒有馬 遮他 那段加快 他先走了 那麼久沒有跑 回到來 臨過終點 有追勢 衝上來 是否厲害 不是 有沒有威脅 沒有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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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粹一件事 就是 這隻馬 這樣蝕完三達彎 他回到來 有個第七 最後幾步 衝上來 是不差的 還要忘記第一 馬上看 那天賽日 其實是你 留意一下 直路外搭 上名 其實不多 特別是你 壓完地後 沒有馬上名 即是你入到直路位 最好 就是中答 或者內答 追 我橙色 描下 按一按就知道 原來那天 直路走外搭 上名 下半場壓完地 是沒有的 OK 走中答 又多 內答都有 譬如說 內答 按一按就知道 內答 下半場 留意一下 橙色那些 就是 下半場內答上名 都佔了一半 所以 那天 壓完地後 直路 或者彎位 都盡量不要飛到這麼出 除非有一個很快的補束 那場不是 絕對不是 好 接著 上場 你不要忘記 他 在賽前 其實是在8月 中 9月 那些時候是絕過課的 操操下停 停完 重新再做 試得一貨集 他1200多磅的馬 一貨集 這麼久沒有跑 這樣出來跑 我覺得 是熱身味 熱身的味道是很重的 跑得不錯 真的不是粗足的馬 好 菊草 上次色追 上季那場 六八九 其實他都吃蔥 OK 那場馬 是 賺了一個很快很快的胚繩 報速是快 但那天 是利潛之的 因為地是快的 我記得那天 上校無遜東 可以一隻馬 六格 翹如雨下 贏了 然後 奇藝先鋒 又是擺前 下半場 下半場 又按一按 不要說下半場 那天 前置很著數 金寶贏那天 記不記得 OK 多少馬前置上名 贏了 一按就知道 所以我覺得 那天 多多配合 又不是賺光 賺光 賺光 跑法 不著數 最重要的是 塞我車 塞我幾次 不可以怎麼跑過 但馬只要衝上 那場馬 跑得好 我覺得菊草 沒有人說 他不會跑 跑得少一點 但兩場都證明了 馬 OK的 應付急彎 所以 今次 看看 形勢 我為什麼說 5-5 波 你可以看看 那 金牆馬 什麼馬 會頂他 看看 走位 走位 放的馬 勒經無敵 是不是放 有點懷疑 我猜球星會對 電子兄弟十二檔 看他現在夠不夠快 但最低限度 球星和誠心所願 你給了中日禮 我猜都盡量放前一點 電子兄弟又要視乎情況 即是 石馬出閘萬 我先把他放在外面 看看他能否賣到 多多配合 我覺得他大約是在二疊的八九位 對 對 可能 裡面有機會頂他的馬 有幾隻 聖英至尊 無敵 國事無雙 這些馬 有機會頂他 所以 如果 真的不生性 無敵在這個位 糟糕了 有機會頂他 所以這個三疊位 是五五波的 這隻多多配合 幸好是二疊 不幸是三疊 所以說 馬力20倍 你做冷腳 OK 你說膽 我真的不夠信心 但已經 因為這個賠率 包容了 我去搏 他二疊的可能性 我覺得大致上是這樣的 大約是這樣的 希望 就是敬無敵 再快一點點 拍著 聖英至尊 然後國事無雙留一格 因為脫了眼罩 會不會被他賣到位 希望不要太多馬頂 主要是一檔的零例 三檔球星 然後再數 應該是 不是說錯 二檔零例 看錯一個豪賣 二檔零例 四檔闖一 這些希望往前一點 然後五檔國事無雙 六檔無敵 一檔 那隻聖英至尊 這三隻是最有權頂的 多多配合 希望可以賣到位置 賣到位置 有個遮擋 看看能否租一段 所以這次 多多配合 好 就這樣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剛剛聽到買點 我不包生仔 也沒有人包生仔 收錢的平台也沒有人包中 最重要的是 我對得住你們 事前功夫要數多 就這樣吧 下次再談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